大家好,我是犬犬 今天又要来开箱新的NT啦 这次是材料专家的新产品 ESP 我们可以看到封面是很像一台老虎机 字母1代表有效的 字母S就是旋转 字母P就是处理器 所以ESP这个名字就是有效旋转处理器 根据说明 ESP有着极其平坦的球轨机和强大的俯瞅力 精选的橡胶混合物与 非常光滑的表面品质互相结合 可以确保在任何旋转上都能实现出胜的切球与P球能力 还有一个亮点 ESP还拥有最新开发的阻尼海绵 控制值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NT最怕无旋转球了 但ESP对无旋转球完全不以为意 可以轻松进攻 而且弧线非常的低 ESP的厚度有1.2、1.5、1.8mm可以选择 使用1.2的版本可以获得最大的破坏效果和最佳的缓旋 1.8mm版本的是最慢的 1.5mm版本就是完美的折衷方案 另外这胶皮都有附一张免费的 MSPDK4双面胶膜 这一张也要2.5欧元 免费负一张真的很佛心啊 在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赞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可以订阅 也可以赞助我或是给我个超级感谢 资金会用在举办活动抽奖与未来办比赛上 也能让频道走更长久哦 那我们开始吧 在一切一推练习中我就明显感受到这张笔真的不简单 打起来的手感真的很舒服 比较不会有打滑的感觉 防护圈球也不是要花费的 會費什麼力氣,吸住球輕輕往下剋,球就會以很低的弧線出去了 而且很容易造成半出台球 攻擊方面我覺得更是為所欲為了 下眩球不但可以輕鬆進攻,不需要出太大的力氣,就已經有不錯的速度了 如果對方擋回來,直接再快速推一球,對方也容易吃下眩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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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短跟掉小三角位置也是轻而易举 虽然我的Fortech 2可以控的比较短 但攻擊上绝对落后ESP一大阶 测切也可以很轻松的使出来 这个突然性可以逼对手走位 挡前冲球就真的需要技术了 我觉得这是Anti最难上手的技术 这集的开箱到这边 有兴趣的可以自全全桌球虾皮 或者是点击连接购买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